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洛大人 您这是 轩哥 出事了 什么 怎么回事 轩哥的身体到底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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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 全长 丧忠 王上他 我之前见他 根本不像会突然 王上 自从十年前 被师祖摸索上 就一直以药物压抑伤势 所以他衰弱得十分缓慢 刻意单爆发 是啊 他连小伤都已经不能自愈了 有妖力护身的成年辟邪 原本不会这样 应是君 我以为您早就离开了天罗城 这忠识每次听都令人不快 一直往上走 封公 我们来看您了 给你带我先入桃 没 Demon 你别听说 这心里是阳ardo 还好 我整个人也就快 有妖力来 我也要过 给你带我来 王上 是王妃 王妃 皇上 您 这是北落 玄歌的弟弟 辟邪族的新王 北落 大人吗 您和玄歌大人长得好像 可是 隔壁的小元和小珍也是兄弟 他们就不这么像 不一样的 玄歌和北落 是孪生兄弟 哦 我们 在那个十堪前放了花 是给玄歌大人的 好孩子 以后 北落大人也会带着我们一起战斗吗 把金梵光明眼的那些魔 统统打倒 北落大人 这些送给你 是我平时搜集的 大人 你就收下吧 谢谢 霓裳大人 北落大人 再见 我刚才那是 他们都是孤儿 父母死在战场上 你知道 辟邪死后 通常不会留下石骨 怎么只在这条山道上 递了谢石骨 宫卿有祭拜 我的天啊 你怎么会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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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不如我 那就是我 不如我 出来了 的 当初受的仗也是多贵的金玦的仗 是啊 按照玄歌的遗愿 再往上就请你独自前去吧 那样的孩子也要上战场吗 现在还不会 至少还有三十年 辟邪六十四载成年 在列仪中证明自己的实力后 便可投身战斗 以辟邪之强 天底下哪里不能生存 为什么要待在这个地方 虽然不是所有的魔 都觊觎巨型的空间通道 但魔域实在太广大了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魔族 竟由此处进入天地人三界 也会引发轻拙失衡 空间紊乱 后果不可预估 如神族这样的强者 自然有应对之法 但更多的妖族 兽族 神族 恐怕要遭遇大难 这些 玄歌应当多少与你提过 致命中的强者 数千年前 避邪选择在此建成 立志看守通路 威胁此间平衡 既然定下了目标 便会世世代代 为此坚守 辟邪很强 但在魔狱 也有数不尽的强大的敌人 苍天之下 荒土之上 凡我妖族 死生莫能幸免 生于此间 必定要战 优优独播剧场——YK 听说你让我给你守灵 死都死了 还有什么意义 结果直到最后 当年的事 仍然半句也没提 没有解释 没有自辩 你这个哥哥真是 优优独播剧场——YK 这 怎么 我 我 宣哥 宣哥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字幕志愿者 杜茜 字幕志愿者 杜茜